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中美上演了一场特殊的交工 美国前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率先发言 呼吁中国保证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 随后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布宁回应称 中国无意在世界舞台上取代美国 但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不应该由华盛顿来决定 北京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华盛顿应该接受 2018年 是中美关系尤为跌宕起伏的一年 贸易摩擦引发全球震荡 南海、台海问题的博弈不断上演 在此大背景下 国际政界、学界 越来越频繁地提及并讨论一个概念 修西里德建计 即当一个崛起大国威胁取代现有首成大国时 战争不可避免 萨默斯和复营都曾是各自国家的重磅角色 两人在这场国家集论坛上的对话 无疑是中美新一轮高强度较量的缩影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四十来年的历史 两国之间也曾有过一段难得的秘略期 九十年代以后 尽管中美之间的隔阂开始突浅 美国的战略思想依然希望 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 广阔的中国市场和良好的经贸关系 依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仓石 然而近年来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亚洲巨人的经济 军事和科技发达程度几乎快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震荡 当中国希望通过提供一带一路 倡以来为世界增长贡献力两时 美国却不喜欢它 并斥之为地缘政治扩张 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坚持推行时 我们被批评为充满野心 中美之间的南辕北辙表现在方方面面 美国从政界到学界商界都掀起一股 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华浪潮 其实 要阻止中国崛起 美国所能做的 或者说能尝试的并不多 要想走出这一阴影 美国不应该老是琢磨着如何让中国出局 而应该是在合作共赢中寻求更好的自己 中国不认同美国称霸世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更无意在世界上推行美式霸权主导 到了今天 中国的发展真的无需看美国人的脸色 一 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谈判近来取得了进展 双方看起来都愿意认真探讨解决问题之道 这让人们对达成协议增加了信心 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两国谈判的大背景 也就是国际格局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 当今世界中 影响变局的因素不胜美局 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美如何定调相互关系 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和人民 而且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 哈佛大学阿里森教授一直在研究中美关系 他除了与很多美国人对话外 也经常到中国来与很多人交谈 几天前他来到清华大学时说 假如修西底德在天看着 可能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绚丽的崛起 还看到即将到来的大碰撞 审视中美关系 我们需要放大失业 从我们所处的历史变局的角度 观察国际格局所面临的新的调整 讲变局 经济因素是基础 本是寄出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占比仅为3% 但现在已经占15% 中国的快速发展开始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 中国虽也面临各种挑战 国内发展任务繁重 国力改超从质量和软实力上还不全面 但作为一支脊足轻重的世界级力量 发挥作用已是指日可待 很明显 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益引起美国的不安焦虑 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已从二战后的三分之一 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 美国在各领域仍拥有相对优势 但其在冷战后海外勇兵和价值观说出 造成的战略透支症转化成内压 加上国内政治矛盾的积累 使得美国开始调整和收缩 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 二 格局转换和权力转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通常用权力转移来描绘世界格局的转换 而近代以来的转换都是在西方国家间发生的 虽不乏激烈争夺 但竞逐者毕竟有着相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 本质上是同一文明形态内部的权力跟谍 回望过去几百年的多次变局 中国基本上是作为旁观者 后道者 往往只能被迫接受变局的结果 而这次带来变化的力量中 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文化背景和正式信仰 发展路径上都与建存主导性大国不同的国家之崛起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变化的影响和塑造力量之一 历史上 格局转换往往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 但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以和平方式 实现崛起成为可能 这说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换也应是可能的 中国不认同美国称霸世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无力在世界上推行美式霸权主导 因此我们不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 理解和认识世界变局的 中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 加强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必要 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 很难设想世界权力中心 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更大的可能性是成发展转 向不同的行为主体转移 在中美之间 就存在着密切交织的利益联系 因此未来权力转移 格局转换的复杂性将越超过往 三、中美的选择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 那么 未来世界是否能出现和平合作的多极格局 还是经过一段新的博弈后进入两极格局 再度出现冷战那种平行秩序 一迫进入某种无极状态 现在还无法给出答案 结果将在变局中得到印证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和美国的选择将非常关键 希望两国都能维护中美元首去年在 布宜诺斯·埃里斯会晤时达成的共识 推进与协调、合作、稳定为阶调的关系 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坦诚沟通 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共赢合作 对分歧和危机的有效管控 在耐心和气质的互动中构筑新的关系办事 中美还能继续合作吗? 我记得沃尔夫先生在去年的论坛上说过 中国日益强大 美国日益焦虑 两国利益冲突无法调和 或许只有火星人入侵 这样的事情可以把这两个大国重新聚合在一起 在过去我们一直在找寻向火星人入侵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 大家都认为会发生一种革命性改变 中美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过去的研究发现 中美两国的学者在这方面联合发表的研究落文 比其他的国家都要多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并不认为员工智能的未来 是属于中国或者美国的 而是应该属于全人类的未来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 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和我们脑子里的担忧相比 现实生活实际是更富有希望 更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的 加迪斯在大战略译出中说 真正的战略是目标和手段平衡的结合 成功战略的基础是人们的常识 那么中美间的常识是什么呢 我们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说过 中国人民的意愿是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想美国人也是如此 我希望两国政策决策者 也将会基于这样的常识 让我们的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